真的是铤而走险不怕死的玩命快递 台北有一个成型男子 他好赌欠债 铤而走险就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运毒 夸张的是 他居然一口气吞下了80颗的海洛因球 因为肚子超股超大的 过海关马上就漏了线 被送往医院 足足花了15个小时 才把体内的毒球给拍出来 一颗颗黄色胶囊里面装的全是海洛因 足足有半公斤重 实在很难想象 成型男子把这80颗海洛因球全部吞下肚 这个携带行李啊 还有身体检查各方面都没有 那他神情很正常 那但是我们专案人员发现 他的肚子异常的骨啊 而且硬 那我们觉得走路之所以怪怪 我们就觉得说 这方面也需要深入调查 原本是黑手师傅 但是因为染上赌博吸毒的恶习 欠下了一屁股债 成型男子为了20万元挺而走险 吞下了80颗毒品球 但是肚子太大漏了线 一入境就被逮捕 送到医院排毒 足足花了15个小时 才把80颗毒品球通通排出 这次是比较少 今天他工作手套 我想工作手套大概 他的这个密合度比较高 密度比较高 可能泄露的这个风险比较小 而且他扎了四成 所以说相对来讲 这个毒贩啊 他是准备的很充分 即使有层层保护 但是吞下的毒品球 如果在体内爆裂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钱 纯性男子异想天开 当起玩命快递 用人体运毒 现在不止钱拿不到 更赔上大好前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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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